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回有疑丑 己有 庚悟 这个八字他是在问他的婚姻 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本质排列 天干雨庚一合 所以他就剩下一个水 那地支吾火去克酒精 申丑谷 再申一个酒精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本质上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一个八字来讲 他是没有官的 那与财 他还可以谈个怜爱 但是他现在进入了戊城大运 那进入戊城大运以后 红色的部分 我们会知道 戊魁一合 他天干就什么都没有 地支曾有一合 他就会变成是 吾火克酉金 生一个丑土 所以他到了这个运以后 我们会发现到 他甚至连财星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八字无官的女生 以财来代替的时候 这时候他连财星都没有的时候 那是不是他的一个桃花 就会显得更弱 他的一个桃花 显得更弱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这时候 只能够期待官运的一个出现 官运的一个出现 这时候要看一下天干 这时候天干 就是甲乙 是他的官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时候 他就很害怕什么 甲是可以的 乙却不行 乙却不行 乙会日主受克 甲不会 以他的地支而言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时候不管走隐 或者是卯 都可以 所以各位 明年认隐年 是可以获得 买回某年 也可以甲乘 可以 但是乙氏就危险 乙氏就危险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像这一种八字 因为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是没有官的 没有官 可以暂时的用财星来代替 可是我们又发现到 他的一个财星也完全消失 所以在这时候 可能连谈个恋爱 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就要看说 他财星 他官星出现的时候的状况 这一边就是他官星出现的时候 还算不错 4个官有3个 财星 我们知道 任魁水 我们会知道魁水物魁和 是不能用的 以他的地支 我们就可以知道 亥水 会被克 止水会被合 所以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他直接出现官运的时候 有3个可以用 但是他假如出现财运的时候 仅仅只有一个可以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庚子他也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止水出来是被合住的 那 己害 不行 被克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奇怪了 怎么 好像都不行 就没有办法 因为一个八字来讲 一个女生他的桃花 要是没有官 最少最少也要用财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在最近这几年 一定也有走到亥止水 可是 为什么他依旧还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就是被克 对不对 就是被合 就是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他的一个桃花现象就非常非常的悲催 但是 从明年开始会有三年的机会 这三年的机会就是要好好的去掌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